我也许在贸易 我还是要跟中国大陆合作啊 但是在国防方面 在这种军事方面的那种角力 那种相互抗衡 其实很明显的 仍然还是要符合 美国所主张的印太战略 这个架构啊 所以因此现在看到 包括英国跟日本 防长来对话的时候呢 当然他们两国都重申 强烈反对任何企图 透过武力或胁迫 改变现状这种单方面的作为 对于东海南海的局势 都是严正的关切 严正的关切 但是你的严正关切 在大陆他们的官员来看 就认为你是什么 你是在挑衅吗 你是在干预了吗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外部势力 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啊 所以你看大陆驻英的发言人 台湾新疆西藏香港事务 都属中国内政啊 英国日本维护和平跟人权是假 干涉中国内政 想在中国制造混乱才是真 那我请教一下帅将军 那你看 现在一个山东号就这么往北走 不就把日本就弄得好紧张吗 然后山东号那演训 飞机起架多少次 他们在那里数个半天 然后之前多少次的那些演训 不也都是在这个日本紧盯的范围之内吗 请教授杨宇 这个东西啊 我上次在你们节目也讲过 大国博弈啊 斗而不破是最终的一个指标 但是呢 大国博弈里面分四个战场 经济战了 科技战了 军事战了 认知战了 它四个战场 其实美中互有进展 互有后退的地步 那经济大家都跑不掉 所以大陆的进博会 你看美国去多少 日本去多少 想做生意的有多少 对不对 美国商人不像中国大陆的商人 美国商人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讲 军事 军事是因为他现在认为 美国的海军空军 实力要比中国大陆稍微强 日本也是一个有力的一个 在东北亚来算是一个 军力强大的国家 所以常常会放话 因为是日本真的害怕 因为美国不怕 中国大陆海军再强 也到不了夏威夷以东 对不对 但是中国的航空母舰的舰队 05大驱队 飞弹驱逐舰 加俄罗斯的 对 俄罗斯还有很强的核能潜舰 那就在你家门口 我讲的难听你 感性骚扰把你全身都摸骗了 所有的日本海峡他都去了 所以日本为了要强力拉拢 美国对他的支持 虚声统吓支持台度 是一定做的 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国 关你什么事啊 对不对 可是他当美国的附庸 已经很久了 但二次大战完了以后 第一个要有声量 第二个呢 要跟美国紧密合作 对 但是我们看看英国的前途 大英国协议已经垮了 印度也不会想跟你怎么样 澳洲也不跟你怎么样 那你英国本土就是三岛吧 爱尔兰呢 别爱尔兰跟你好吗 苏格兰还想独立呢 是 所以你到最后 搞不好就剩一个 英格兰 英格兰嘛 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个末若王孙的这个 穷途末日已经看得很清楚 是 所以你不称点声量 好像大家都 以前还把伦敦当金融中心 最近这个也发生了 转移了嘛 对不对 所以香港啦 这个上海啦 新加坡啦 都慢慢要取代你的这个问题了 对 所以我们看 军事这一块还是斗而不破了 所以这一次习败会 我不相信美国会承诺太多 他一定会想一中 还在强调一中那个 重申一个中国 重申一个中国 但是你要叫他 明目张胆地说 我不支持台独或怎么样的话 可能拜登也不敢这样做 第二个 中国大陆也不对你抱什么指望 你拜登还有多少的任期 下一个选举就没了嘛 所以你看 军事上面那个 博民这些放话 都是台湾你最后要紧张 天天要搞战备 要不然你就是望战必亡 要宣传这个 然后把伊朗跟俄罗斯弄成轴心国家 二次大战里面 把希特勒的恶劣印象套过来 事实上 伊朗能做什么 伊朗跟中国大陆也只是比较友好而已 也谈不上协同作战 真的能够结合在一起是中俄 他们最怕是中俄联手 但是现在目标很明显 他是没有 有盟关系条约的 比有盟更亲密 是你把他打成这样 是 讲到赖清德 赖清德现在还说 他现在这个选举 其实是因为 民调下滑是来自于民进党的问题 然后这个林卓水还说 赖这样说很有勇气 那我就不懂了 民进党党主席不就是赖清德吗 对不对 上志 然后他现在问题是 他还会继续能够什么 胜选吗 这个2024赖清德要赢了这一场的话 那是不是真的就会验证了 就是日本的这个学者 他的分析结果 他说大陆现在 其实已经在放眼2028了 所以对于2024 真的就认为赖清德 是躺着就选赢吗 所以我比较钦佩 这个学者蛮会蹭这个情势 抓出讲万安这些元素当中 还赚一把 这个模式令人钦佩 当然也不得不说 其实当每次在中俄大选 这个等级选举之后 民进党只要开始推出两岸牌 包括现在陆佩 特别在绿媒 你看大幅度 现在没有人在讲高宏安 没有人在讲马文君 都没有了 他当时进入到两岸牌的时候 大概基本上都是危机了 也就是这里头包括 无论是赖阵营本身 就整体看待基本盘流失的状况 可能是不是可批 都看两眼 国民党怎么样 就说如果一旦对于 民进党本身执政这八年 突然有些省思一旦流失的时候 两岸牌就丢出来了 因为两岸牌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像我刚刚讲的 台湾其实真正跟两岸 当中有接触的 台湾政府才八百万人 其实都不到四分 在三分之一多而已 也就是真的对于两岸当中 有一些感觉 有一些交流接触的 其实还是比例 还是太少了 所以这里头当中 对于大陆很多疑虑的部分 我认为还是在整个 一般民众当中还是偏主流 特别是包括年轻人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部分来讲是 把很多东西转换在两岸牌 去争取现在基本盘的流失 因为民调下滑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 就是说真的从美国回来 这个千真万确 一路下去的部分 无论它流失到什么地步 无论说基本盘能够怎么样 这个东西 我想现在林桌水的辩证 跟赖清德这个差异 就是在这里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